今天我们要讲涡轮 而且这个涡轮的排气量很小 只有1.0公升 目前世界上很多的车商都在用这个1.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来取代原本排气量更大的1.5或者是1.6公升自然进气引擎 虽然说它的排气量很小 但是在涡轮增压以及钢内直喷两项技术的加持下 它们的马力就算不能够超越这个1.5或者1.6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最起码也能够持平了 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下 一些已经在马来西亚或者是还没有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1.0公升涡轮增压引擎 第一具引擎要讲的是Ford的EcoBush引擎 这个应该是比较早期引进我国市场的1.0公升涡轮增压引擎 首次出现是在Ford Fiesta EcoBush上面 Fiesta原本的操控表现就很出色的 在当年可以说是V-Segment Hatchback之中 而在配备了这个1.0公升的EcoBush引擎之后 更是如虎添翼 我个人其实也很喜欢这款车型 只是当时我买不起 所以就这样错过了这款很出色的小钢炮车型 而且加上现在 Ford的乘用车已经退出了亚洲太平洋市场 所以以后要买到新一代的Fiesta是难上加难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遗憾啦 这具引擎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25PS 峰值扭力170Nm 跟它匹配的变速箱是6速的干式双离合器变速箱 引擎的动力本来就很出色 加上这个双离合器变速箱的特性 真的是让这个Fiesta EcoBush 拥有很强的动力表现 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变速箱有一点点的问题啦 所以导致蛮多消费者对这款车有一点点的抵触 但是无论如何还是不能否认Fiesta是号车 而搭载了EcoBush引擎的Fiesta 更是出色 有没有喜欢这个Fiesta EcoBush的朋友呢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第二句要讲的引擎就是FW的1.0 TSI引擎 这个引擎目前马来西亚市场还看不到啦 可是在国外的FW小型车上面 很多都已经搭载了这具引擎 例如FW UP GTI 还有FW Polo 这具引擎主要是取代这个1.2公升的TSI引擎 但是或许是马来西亚市场比较喜欢这个4缸引擎 所以目前马来西亚很多的FW车款都还在采用1.2公升的TSI引擎 不过未来这具引擎可能也会没有了 因为VPCM已经不打算在我国销售10万块以下的车款了 也是因为这个理由 所以这个1.0公升的TSI引擎 未来应该没有什么机会引进我国市场 这具引擎的技术含量基本上和这个1.2公升的TSI引擎差不多 可是在马力表现跟扭力表现它出色了不少 因为不同的车型它可以有不同的调校 在最大马力上面它可以达到117PS 峰值扭力则是达到200Nm 这个200Nm的扭力已经媲美了很多2.0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所以采用在Poro或者是UP这样的小型车 真的是绰绰有余 我们还是希望未来FW车款可以的话在本地引进一些小车啦 毕竟德国车还是有德国车的这个味道 是别的品牌取代不了的 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来自Suzuki的1.0 Booster Jet 这个引擎主要主打的是低排放还有低油耗 所以在动力表现并没有太出色 在这个Switch上面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11PS 峰值扭力170Nm 在Switch这样小型车上面 这个马力表现都算不错了 而且重点是它匹配的是小型车少见的六速自拍变速箱 所以当年这款车我也很喜欢 我也很期待它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可是目前虽然说Suzuki已经回来马来西亚市场 可是我们只买一道Switch Sport这款车型啦 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而且在Switch小改款之后 原厂已经用这个1.2公升的轻度混合动力引擎 来取代了这个1.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这个也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Suzuki 马来西亚可能在明年引进普通版的Switch 那么我国的Switch会不会用这个1.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而且它的价格会不会有失呢 就要看明年Suzuki 马来西亚会给我们什么惊喜啦 第四具引擎 就是买引擎送车的Honda 1.0 VTEC Turbo引擎 买引擎送车 不是对Honda 的一个便宜 而是赞扬它在引擎上面 真的很强 这具1.0公升的VTEC Turbo引擎 目前已经有非常多的车款使用 例如一些中国特空车 欧洲版本的CV Hatchback 中国版本的CV Sedan 还有泰国版本的City Turbo 都在采用这具引擎 同样的因为不同的车型 不同的变速箱 引擎的输出也会有所不同 而且重点是它拥有VTEC技术 所以它在1.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里面 马力表现算是很出色的那一款 重点是它的油耗表现也一样出色 因为可以在欧洲贩售的引擎 如果排放法规过不了 怎么贩售呢 你说对不对 在欧洲版本的CV Hatchback上面 它的最大马力达到了130PS 峰值扭力200Nm 可是在泰国的City Hatchback上面呢 或许是考虑到排放还有油耗 或者是车型的定位较低 所以马力和扭力都进行了挑递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22PS 峰值扭力173Nm 根据泰国媒体的实际测试 City Hatchback的0-100加速 大概是10秒多一点点 老实说这个加速表现和自然进去版本差不了多少 可是它的油耗表现方面还是非常的出色 未来这个1.0的VTEC Turbo引擎 会不会有机会引进我国市场呢 我相信还是有的 第5具要讲的引擎 还是来自日本的1.0 Turbo 它就是Nissan Almera上的HR10DET 其实Nissan有两具1.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一个是有缸内直喷技术 另外一个没有 而我国的Almera正式采用这个没有缸内直喷技术的1.0公升 Turbo引擎 就是因为它没有缸内直喷的关系 所以它的引擎马力 并没有太出色 最大马力只有100PS 峰值扭力是152Nm 放在Almera上面 这样的引擎动力 其实也非常的足够了 尤其是在我试驾过程中我非常喜欢这个引擎带来的轻快度 因为涡轮低转高扭的特性 所以四驱驾驶走走停停的时候 你可以觉得它非常的轻快 至于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话 因为我提倡安全驾驶啦 所以我没有试到太快 在时速110左右巡航的话 你可以感觉到引擎的这个动力储备其实还是不错的 放在B segment里面 我觉得它是OK的 因为要超车的时候它的动力足够 四驱驾驶够轻快 重点是油耗表现也不错 可以说是一个蛮完美的搭配的 只是如果你看纸面数据的话 它跟很多1.5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相比真的是低了很多 所以建议Nissan还是可以把这具引擎的输出调高一点点 这样消费者看的也会爽一点 最后要讲的这具引擎还是来自日本的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Altiva的引擎 1KR VET 这具引擎跟Almera的引擎很接近 它们主打的都是低排放跟低油耗 所以它采用的是NPI多点喷尸系统而不是钢内直喷 它的马力和扭力表现也比起这个Almera低了一点点 最大马力是98PS 峰值扭力140Nm 可是匹配的是Dual Mode CVT 所以它的加速表现也不会太差 根据我们的实际测试 它的动力表现基本上可以跟这个Vios的1.5自然进气 4AT版本媲美 这具引擎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油耗 在我试驾这款车的期间 我获得的油耗大概是15公里1公升 我觉得这样的油耗表现已经没有办法挑剔了 而且重点是它是目前马来西亚市场 最便宜的涡轮增压车款之一 而且也是最畅销的涡轮增压车款 所以你不能否认Produa加上Turbo 还是真的有它的魅力 你是不是已经订了Aldiva这款车呢 欢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你对Aldiva的看法 从以上列出的引擎可以看到 不管是世界范围还是我国 未来基本上都是这个涡轮增压车款 的天下了 所以未来还会不会有其他的1.0公升引擎引擎呢 暂时是一个未知处 可是我相信还是会有的 不知道在萤幕前的朋友们 你们觉得自然进气引擎比较吸引你 还是涡轮增压引擎比较吸引你 都欢迎你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好啦以上这一期就是我们的节目内容啦 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分享是很重要的 好啦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按赞订阅分享